我们先敬礼传承主持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四大宝好王喀玛霸 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 敬礼谈承三宝 敬礼今天护摩的祖尊 马哈双莲词莲花童子本尊 师母丹尊嘎措图登西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络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心臣感恩 感恩 祝拜 教授 只能 好 去 祝晚 做 现在通知大家 下个礼拜天 11月13日 下午3点 PM 是姚慈金母护摩法会 这个法会 可能就是 要回台湾之前的 最后一个法会是吗 我们头的法会是姚慈金母 尾的法会也是姚慈金母 毕竟 姚慈金母 是把这个我 带进 这个活门的 带进 变成卢时针 也是他 然后 跟我讲 你是莲花童子 所以一切根源 来自于姚慈金母 这是我们 初步拉斯固 可以讲 没有姚慈金母 就不会有 卢斯尊 没有卢斯尊 就不会有莲花童子 就不会有莲花童子 那么 也不会有这个正佛中 初步拉斯固 也不会有 也不会有现在这种 这种场面 不可能都有 通通都没有 所以姚慈金母 是初步拉斯固的 一切的根源 这是值得尊敬 非常 无话可说 没有什么话可以讲 如果没有碰到姚慈金母 那 我现在大概是退休了 从测量界 可能是这样吧 没有碰到姚慈金母 我在测量学校毕业 在服务了十年的测量 台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 是我去测量的 第一条 还有 还有钓鱼台 还有从北部 宇南 宇南的 那个是什么山 宇南 宇南有一个山 很大的山 住在宇南的呢 宇南有什么山 奇怪了 我突然之间 年纪大了 想不起宇南的那个山 宇南有一座大山从那里测量一直到台湾尾 那里的厚鼻头 有大铃那里 有个厚鼻头 然后到东部 到了台东 整个都测量过 军中浮衣测量十年以后下来 下来以后呢 大概是到测量公司去 测量公司也是测量 测量完了 那就年纪到了 就退休 就回家吃老米饭 就一生就结束了 不可能会有卢士尊 没有的 十一到瑶瓷金母 才完全改变 人生就是这样子 变化 好 我很尊敬瑶瓷金母 每天都念她的名字 祈求她帮助 这一尊 瑶瓷金母 是 我终生的遗故 我记得了 疑难是 南湖大山 谁去过南湖大山的 你们手机一点点看 有没有南湖大山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讲 刚刚我问宜兰有什么山 南湖大山 一直到台湾尾 红鼻头 一直测量到那里 从南湖大山 一直到高雄 大林 红鼻头 然后一直测到 澎湖的宫背山 所有台湾的山头 我全部都爬过 移南 在南湖大山 台北 在木诈指南宫的后山 在仙基岩 有一个仙基岩 台北知道 台北住台北的人 知道吗 仙基岩 我仙基岩 我也去测量过 然后呢 到了那个新竹 新竹的地方 叫做什么山啊 不要忘了 新竹有一个山 叫什么山 我当然知道浮陀山啊 但是那是佛教圣地 不舒服 尖比山吧 尖比山 我测量的地方 那地方叫尖比山 在看 在看 这个七顶 有一个叫七顶的地方 然后到观庙 到归人 台南 观庙归人 那里 有测量 一个山头 然后到高雄 就是 红比头 然后到那 澎湖 是拱北山 尖比山 这是我过去测量的 从 从北 一直到那里 那么 今天我们是做莲花童子护摩 刚刚已经讲过了 有莲花童子 才有 卢斯镇 那么莲花童子 跟莲花僧当事 都是 这个 阿弥陀佛的 化身 所以 有一个 有一个记 在唐朝的时候 就有一个记 莲花童子 见金仙 落花虚空 左右旋 唯妙天音 云外听 尽所极乐 圣诸天 所以 今天 莲花童子 也是弘扬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 净土 像莲花生大士 一样 莲花生大士 他就是 莲花出生的菩萨 记得那一条歌吗 就是那一个 我们不管他这条歌的 唱歌的人是谁 他的行为怎么样 他的歌还是很好的 有一片美丽的海 起都莲花开 可爱的古鲁仁波切 向我走来 他问我是否有前景 有爱 我说我有爱 所以祇都莲花开 王阿弘伯扎 古鲁伯摩 时地噢 王阿弘伯扎 古鲁伯摩 时地噢 王阿弘伯扎 古鲁伯摩 时地噢 这条歌很好 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 莲花同志跟莲花生大师 其实是不分的 它是莲花化生 就是莲花同志 莲花同志还是莲花同志 很多的莲花同志 讲一个笑话吧 亲爱的 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吵架 你知道两个人吵架 就像拔河 太太讲了 是一边放手 另一边就会受伤吗 先生讲 没那么深的含义了 我只是想说 总是胖的那边也 小明上课 跟隔壁的女同学讲话 被老师抓到了 老师讲 小明站起来 为什么上课 要跟旁边的女生说话 小明讲 老师 我只是在问他问题 老师 你有问题 就应该问老师啊 小明回答 那 你 请问 我那漂亮的老师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在火车上 有一个老阿伯 旁边坐一个年轻的妈妈 她的小孩一直在拉扯 妈妈胸前的衣服 说要喝奶奶 妈妈讲不行 时间还没有到 再过几站才给你喝 过了几站 妈妈打开包包 拿出牛奶瓶给小孩喝 这个老阿伯 看后以后就 重重 茫茫的下车 嘴巴念 也不早说要泡牛奶 海淋杯 错过好几站 很好笑 很好笑 好 现在进入主题 你问我答 莲花定坤问的 师尊佛安 在密教中 马哈嘎啦 是一尊非常大的护法 但要论其本地 在不同的历史时间 不同的宗教或教派 甚至于不同的形象的马哈嘎啦 其本地各不相同 比如有来自大天西瓦的 有来自喜金刚的 来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 甚至有本出佛化现的 黑泡马哈嘎啦 所以弟子想请问 在我们出布拉斯固的传承脉络中 关于马哈嘎啦的几个问题 他要问马哈嘎啦的问题 第一 师尊所传授的 黑六倍马哈嘎啦 是否为十一面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心中红日的化现 他问第一个问题 第二 这一尊黑六倍马哈嘎啦 和本地和顶世 应该是十一面 千手观音 或是阿弥陀佛 第二 第二有两个 师尊曾传其种子日为 木或者哄 是否因为其本地不同 所以才有不同的种子日 若是由观世音菩萨 心中红日化现 弟子修习时 是否应以蓝色或黑色的红日为主 感恩 师尊慈悲 为了使教 弟子三败何时 玛哈嘎拉 是藏密最大的护法 西藏密宗最大的护法 大黑天 大黑天 玛哈嘎拉 玛哈嘎拉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大家 要讲玛哈嘎拉 刚好 昨天晚上 来一个玛哈嘎拉的 儿子 我家里来来一个 玛哈嘎拉的儿子 玛哈嘎拉 跟拉姆 他的活母是拉姆 出生的 这个 儿子 我就问他 到底 你是怎么来的 玛哈嘎拉是怎么来的 他的儿子 跟我讲 第一 玛哈嘎拉 是印度教的一个 魔神 印度教的魔神 这里所讲的 他也讲 来自于 希望 大智在天 但是他的来处不同 也有洗金刚的 也有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的 也有观音化身的 的 玛哈嘎拉 我问说 他为什么会传到西藏呢 玛哈嘎拉 是印度教的 一个魔神 他说来源是这样子的 这个 玛哈嘎拉的儿子跟我讲 一 龙树菩萨 在 横河的旁边 散步 上流 留下来 一个 神像 龙树菩萨就把他捡起来 把他拿到 那南多士 这个神像 就是 玛哈嘎拉 是龙树菩萨 大仙把 从横河旁边 捡到了这个神像以后 带到 那南多士 然后在 第十一世纪 西藏有一个 大义师 叫做 人 亲 酸 不 人亲酸不 人亲酸不 他到了印度 他到了天土印度 然后 看到这一尊 玛哈嘎拉 然后他把 玛哈嘎拉 从 从印度 传进了西藏 是大 十一世纪 这个 人 亲 酸不 这位义师 大义师 所谓义师就是 把印度 把印度的佛教 义成藏文的 这个叫做义师 然后把 玛哈嘎拉 然后把玛哈嘎拉传到西藏 然后呢 这个玛哈嘎拉 他最兴盛的时候 在整个西藏 很多 很多玛哈嘎拉的 庙 因为他很旺 很旺盛 炎潮的 伏碧烈 最崇拜 玛哈嘎拉 不是铁木针 不是铁木针 是弗比列 弗比列 最崇拜 玛哈嘎拉 他的 云期里面 都供奉 玛哈嘎拉 炎潮时代 他就以 崇拜 玛哈嘎拉 然后 弗比列 所 这个 征伐的 出去战争的 都祈祷 玛哈嘎拉 在炎潮 非常的 兴盛 这是 玛哈嘎拉 到了 清朝 黄太极 拥有一尊 黄金所铸造的 炎潮留下来的 玛哈嘎拉 在北京 还有 玛哈嘎拉的庙 在北京 还有玛哈嘎拉的庙 清朝时候 留下来的 玛哈嘎拉的庙 这个资料 全部都是 这个 玛哈嘎拉的 儿子跟我讲 所以 庚言 大家知道了 他的传说 非常的多 他的名非 就是拉姆 拉姆 拉姆是谁 拉姆是谁 你们知道拉姆是谁 你们去过西藏 有几个人去过西藏 有没有去过拉姆拿错 错就是福 拉姆拿错 记过没有 就是吉祥天的福 他们要寻找 转世的福 都要去拉姆拿错 去看福 那个福里面会显现出来 这个下一世的福 福生长在哪里 是在哪一个地方 它会显现那个地方的景色 哪一栋房子 旁边有什么树 就是大吉祥天的福 马哈斯利亚 拉姆 就是吉祥天 他是吉祥天 跟大马哈嘎拉的儿子 昨天晚上到我家 他以后的传说非常的多 以后的传说就非常多了 他是哪一个化身 最早他真的是西瓦的魔神 被龙树菩萨在恒河那里捡到 然后由这个大医师 西藏大医师 这个人亲酸部 带回西藏 从此变成西藏藏密 最大的守护神 最大的护法神 马哈嘎拉有三个神 有四个神的那个姓 第一个他是战斗神 第二个他是厨房的神 管厨房的神 第三个他是财神 财神就是福德神 我又忘掉一个了 一个就是 第四个就是史陀灵的神 坟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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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四大特性 所以东密 也就是东海空海大师 这个枯萨 把这个空海 传到 这个日本的 大黑天 马哈嘎拉 就变成财神 七财神之一 当中有一个就是 大黑天 对不对 就是传到那里去 传到日本的 就是财神 他是战斗神 是厨房的神 是财神 福德神 另外呢 就是魂藏主 魂藏 魂藏的主 他有四个特性 师尊所传授的黑六贝 马哈嘎拉 是否是十一面 千手千眼观十音菩萨 心中控制 所发现 YES 这一尊黑色的六贝 马哈嘎拉 其本地和顶事 应该是十一面 千手观音 或是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马哈嘎拉的形象 跟我们那个 大力金刚 有一点像 但不完全 它有四个东西 很重要 马哈嘎拉 你要认出它 第一个它顶上 五骨楼关 五骨楼关 五个骨楼 代表着五毒化为五字 五毒化成五字 象征五毒化为五字 它的胸前挂的念珠 是五十一颗人头 代表着五十一个心 五十一个心的转化 五十一个心的转化 它两只手 一手拿着叶刀 这个很重要 马哈嘎拉的象征 手上一定拿着叶刀 这个叶刀啊 就是断除贪嗔之 宜漫 种种的不好的习性 贪嗔之宜漫 断除 右手 它拿着嘎巴拉 就是甘露 就是甘露 就是清净 这个东西 嘎巴拉里面所装的 就是让喝了 以后呢 得到了甘露 身心能够清净 它有这四个重要的法器 重要的象征 五古罗关 五十一颗 五十一颗人头 另外 这一手拿叶刀 这一手拿嘎巴拉 是马哈嘎拉的象征 有很多个形象 马哈嘎拉形象 十尊的征佛密研里面 有一尊 六倍白马哈嘎拉 马哈嘎拉的儿子跟我讲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六倍白马哈嘎拉 是观世音菩萨的法身 这黑六倍马哈嘎拉 是十一面前所观音 或是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十一面前所观音的顶事 就是阿弥陀佛 你用阿弥陀佛 做他的顶事 马哈嘎拉的顶事 可以 因为他是观世音菩萨的 十一面或者十一面前所观音 做他的顶事 也是可以 是可以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然后第三个问题 师生曾传奇种子日是末 或者哄 是因为本地不同 所以才有不同的种子日 是的 若是由观世音菩萨 心中哄日化现 地址休息时 是否应以南色或黑色的顶日为主 你如果 你供顶的马哈嘎拉 是六倍黑色的马哈嘎拉 你就可以以后日为主 你就可以以后日为主 而且是黑色的 黑色的后日 这是回答他的问题 回答他的问题 这样 但是马哈嘎拉 他的显化非常多的 有二倍 有四倍 有六倍 有八倍 甚至还有千手千眼 甚至还有千手千眼 因为他帮 清朝的房太极 也帮了蒙古福必烈 严朝 非常恭敬 马哈嘎拉 清朝 也很恭敬 马哈嘎拉 甚至在北京 有马哈嘎拉的庙 大黑天的 大黑天的庙 传到日本 就是变成福德神 就是七财神之一 就是马哈嘎拉 其中有大黑天 他的画现 很多不一样的 很多变化 很多变化 每一个朝代不一样 他变化很多 传说也很多 我得到的是第一首 为什么呢 因为是马哈嘎拉 跟拉姆 所生的儿子 小马哈嘎拉 跟我讲 好 我们现在 这个讲 维摩结晶 讲一个笑话吧 因为感冒 流鼻水 所以带了三个口罩 去上班 坐电梯上楼的时候 有人放病 里头的人都污着口 污着口罩 憋着气 幸好我带着三个口罩 那些感冒 那些感冒 那些感冒鼻塞 闻不出来 但是有人憋不住了 大吼 是谁放的臂啊 这么臭 旁边一个大神回答 这还用问吗 人家可是带着三个口罩来的 说病师对小明讲 你下一辈子 会有很多的女朋友 小明回答说 你真的太准了 因为小明讲说 我每一次对女生表白 他们都会讲 下一辈子吧 小明养了一只鹦鹉 每天早上都叫她 早安 你好 鹦鹉都不回答 只是点点头 这个小明又一直很有恒心地叫她 早安 你好 鹦鹉就点点头 这个小明 这个小明实在是累了 因为鹦鹉都不讲话 他就今天呢 就不跟他早安 你好 所以鹦鹉就对着小明讲 你见到我都不问好 鹦鹉会讲话的 你见到我为什么不问好 好 好 我们讲维摩节经吧 我们谈到妙生菩萨 为什么不问一个字呢 换一个字多好 就换连生菩萨 这个欢意的 你这个把它翻成中文了 维摩节经把它翻成中文 真的是没有脑袋 妙生菩萨 为什么叫妙生菩萨 这是有原因的 这个菩萨 已经证得了无生 无生 无 有无的无 生 生命的生 其实 这个沙婆世界 妙生菩萨 来沙婆世界 只是跟我昨天讲的 他是来随顺众生 随顺法性 也就是随顺佛性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他正到无生以后 他来自沙婆世界 也就是随顺众生 也就是随顺众生 其度化众生 随 因言而转世 随因言而在一直在转世 这个随因言而转世来度化众生的 就是妙生 他已经证得无生 斯均堤 斯均堤佛 在菩提树下 他悟道了 悟道了以后 他就讲 他就想 我涅槃好了 想离开沙婆世界 因为他懂得无生 所以他认为 我既然已经悟道了 众生 谈众生 就是无众生 因为无众生 才叫做众生 他悟道了这个 悟道了这个以后 他觉得说 既然是这样 不如我就回到 回到佛的境界去 我悟道了 我回去就好了 有第四天跟大凡天 就来请佛注释 请他转法轮 他才留下来 或者就没有佛教了 所谓妙生 就是悟道无生 无生 悟道无生 随眼受生 生跟死 是一族 一直在转世 生死一族 也没有痛苦 这个菩萨 就是妙生菩萨 这样了解吗 这菩萨已经悟道无生了 他的生 只是随眼受生 随他自己的眼分 受生 随顺来度众生的 一个菩萨 也是顺着 佛性 来 随顺度众生 这个就是妙生菩萨的意思 再来有几个是 很大的菩萨 再来的一个菩萨是 华颜菩萨 这是法呢 这是法 这是法 你行六度万行 像我们讲的 刚刚有提到 这个布施 慈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知会 这是六度 就叫做六菩萨 你行这些呢 就是因 因 因为你行这些 所以变成了功德 那么功德像什么呢 就像法 就是 法 就是花 就是花 这个花呢 是不凋谢的 不凋谢的花 不会凋谢的花 一般我们世间的花 都是会 出来很漂亮 然后它就凋谢了 但是行六度万行的 这个因呢 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它这个所得的功德 是永远存在 而不凋谢的 是横在的 不凋谢的 这个就是 华 以这些华 去庄严 佛国净土的菩萨 就是华严菩萨 华严呢 也是一个宗派的名字 华严 华严 华严中 华严中 华严中派 这个华严 所谓一花 一世界 一花一世界 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 那华严三尊呢 就是释迦摩尼佛 文树严 文树严菩萨 跟普贤 菩萨 这好像在里面都有 都会出来 剩下的都几个 都是大菩萨 华严菩萨 就是以不凋谢的六度万行的 这个庄严 净土的菩萨 叫华严菩萨 这样知道了吗 再来讲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 这太大了 这菩萨太大了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 我每一次念他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很多越南人当初的时候 在越战的时候 南越很多人 从这个 以前的 那个西拱 从西拱 到这个 到海边 那个海边 那个海边叫什么名字 头顿 那头顿 我去过 你们去过吗 有谁去过的 好几个都去过 头顿 头顿海边 就是很多人乘那个船 越南的那个 那个难民 乘船出来 有的到香港 有的到新加坡 有的到 到最后有一大批的 都到美国 就是越南的难民 越南 越南那时候是难民 有的跑到欧洲 世界各国都有 但是 现在已经变成 富吉民市地 我也去过 富吉民市地 我也去过 这个 我也去到头顿 我还去游泳 在头顿海边游泳 我的浪很大 浪非常大 那个常治的哥哥的嫂嫂 就是常治的嫂嫂 他跟我们讲 那些难民在船上 三十个人可以坐着船 挤了三百个人 挤了三百个人 当初的时候 他们出来是这样子 很辛苦的 然后遇到这个 洪浪大的时候 他们就是念 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终于 他们能够 很多人都念观世音菩萨 在最痛苦的时候 就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 为什么叫做观世音 这三个字 他是想 他听到了这些声音 就寻生救苦 所以我们以前 去写那个金灿 世尊在慈音寺 写金灿 水尊温世音菩萨 尊重吻鼻 佛祖何饮愿 命为观世音 很练的 就是这个词 世尊啊 妙相忌 我今中闻鼻 佛祖何饮愿 命为观世音 唱得太高了吧 唱得太低 就是这个经战 经战我是这样子写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他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是很伟大的一个菩萨 所以他是八大菩萨 当中的一位 很伟大的 寻生救苦的菩萨 你看整个藏命啊 整个西藏啊 都是四倍观音的净土 每一个藏人都念 Om ma ni bai mi hoom 每一个藏人都念 Om ma ni bai mi hoom 很伟大的 整个西藏到处在念 Om ma ni bai mi hoom 他的净土就是普陀洛家山 浙江啊 普陀山 也就是普陀洛家山 普陀洛家山 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很伟大的一个菩萨 很伟大 很伟大 这个菩萨最慈悲 我经常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还有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大四字菩萨 大四字菩萨 就是德大四菩萨 也就是大净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形象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形象 他就是拿着净瓶 拿着洋柳枝 拿着洋柳枝 然后撒净水 这是他很伟大的地方 为什么叫做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观察到世间的苦的声音 然后去寻生救苦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就叫做观世音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的形象也很多 他的变化声也很多 像前手 像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 像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就有十一个头 表示他是第十一席 表示他是第十一席的菩萨 第十一席的菩萨就是佛 所以他的过气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现前观世音菩萨 正法明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非常伟大的一个菩萨 我非常尊敬 大家这样了解观世音菩萨 他也是千变万化千变万化的一个菩萨 到处寻生救苦 到处显化 这个马哈嘎拉 也是他显化出来的 他也显化了马哈嘎拉 再来一个得大士菩萨 就是大士智菩萨 就是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大士智菩萨 在一般显教里面 他的形象 他跟观世音菩萨没有两样 也是观世音菩萨那种形象 只是他拿的东西不一样 他拿的是 有一株含苞的 未开覆的莲花 未开覆莲花 莲花本来是开放的 但是没有开放的 合起来的莲花 合起来的莲花 他拿走那一支莲花 那是大士是菩萨的人 我年轻的时候 开始写佛 二十六岁以后 得到瑶池金母的启示以后 开始写佛 我在测量年 就是台中南门桥旁边有一个五八栋二测量年 我在那里当测量官 后面就是菩提医院 菩提医院 菩提医院 当然是佛教的医院 佛教的医院 有一座太西纪念馆 太西大师的纪念馆 太西大师有两个弟子 非常有名 在台湾 在台湾 一个就是应顺导师 是我的归医师父 在这个写藏密的有一个 就叫法夫是吗 法尊 是法尊 对了 法尊他也是个义师 他把藏文的经典译成汉文 是法尊 法尊他翻译很多的这个藏文 那么法尊跟应顺导师就在四川 有一个山 叫什么山 静云山 静云山 两个人在那边闭关 结果一个他是相信密教的 就是法尊 也是太西大师的弟子 一个也是太西大师的弟子 他是山论宗 龙树山论的 可以讲他是维持山论宗的 现在如果他还在 他是山论宗的宗主 法尊是信密教的 但是法尊所议的经典 有经过应顺导师的论笔 是帮他修改 帮他修改 应顺导师的学问很好 帮法尊修改 但是一个信密教 一个信三论宗 两个不合 就经常吵架 吵架到以后打架 打架 同时太西大师的弟子也是打架 结果应顺导师 身体比较弱 就从 那个 从弦来掉下来吧 牙齿就变成不好了 就断了好几根 我听说是这样子 听来的你们不要信以为真 法尊走的是密教 应顺导师走的是荣树的山论宗 讲大师之菩萨为什么讲到哪去 对啦 我讲的是大西纪念馆 太西纪念馆 太西纪念馆就在菩提树的 菩提医院的另外一边 建了一个太西纪念馆 有一个李秉兰老师 他是净土中的 在那边讲大师之菩萨言通章 我在那里听大师之菩萨言通章 就是这个大师之菩萨 得大师菩萨 大师之菩萨念佛言通章 谁知道这个章出自哪一部经典 大师之菩萨念佛言通章 华言经啊 你怎么知道 你看过了 你听过啊 听过也算可以了 没错 没错 大师之菩萨就是我在那里听经的 李秉兰老师 李秉兰老师讲这个大师之菩萨 念佛言通章 他是跟观世音菩萨跟大师之菩萨 大师之菩萨为什么叫大师呢 因为他的威神之力很大 他的脚一踩啊 这个魔功都震动 哇 这个菩萨很伟大 大家都遵从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接近老百姓嘛 比较接地气 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道兰殿大师之菩萨 梦叉叉 都不知道啊 大师菩萨到底是什么 哪一个菩萨 大概是陪衬的吧 No 他也是一个大菩萨 叫得大师菩萨 大师之菩萨 大精进菩萨 都是他的别称 都是他的别称 他的脚啊 听说他脚只要一踩大力一点 魔功都会震动啊 这威力无穷啊 你要选议员 选立法委员 选国会议员 选总统 这一尊啊 一极棒啊 第一名的 你只要恭敬他 你称他的好 你得会得到众生的缘 会得到很大的力量 力量 跟你的势力 跟你的潜力 会非常大 这个就是得大师菩萨 这一尊 为什么叫做得大师 你能够由这一尊 我们得到很大的势力 这样大家了解吗 大师之菩萨 得大师菩萨 那你想要当扑斯登 扑斯登 你想要选国会议员 共享这一尊最好 念他的名号 可以加威 小明有一次考试完回到家 妈妈问 今天考试考得如何啊 小明答 你要我诚实讲 还是不诚实讲 妈妈答 妈妈讲 当然是诚实讲啊 小明讲 那我考一百分 为什么呢 乘以识讲 其实他只有考十分啦 其实他只有考十分啦 然后他妈妈说要诚实讲 他就一百分嘛 小明还是很聪明 我们来的资源 我们来的资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